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两位 是同学吗 是 高中同学 高中同学 对 谈恋爱谈了 三年了 三年了 你怎么会觉得找了个妈呢 因为我因为一些个人原因 晚上了两年大学嘛 然后她现在是大四 她在忙着考研 然后我是大二 我就感觉我们不在一个节奏上 她总用她的那些方法 去要求我 比如呢 她就每天就逼着我去 就是上完课了 逼着我说让我去找兼职啊 或者让我去多学习 学习别的东西 挺好啊 但是我感觉我现在才大二嘛 我的课也比较多 然后我就想的是到 课少一点大三或者大四的时候 再去找兼职 就是你有你的规划 对 她也愿意帮你规划 但是你觉得你不太能接受 是这意思吗 对 因为我现在大四嘛 毕竟从大二走过来 我就想给她一些建议啊啥的 完了人家就不听嘛 不理解我 平时会有一些空闲时间 但是她就去打游戏 哦 完了我就对她打游戏 这事挺介意的 说好几次她也不改那种 我这么问吧 你介意她打游戏 是因此耽误了学业 耽误了社会实践 还是说因为她打游戏忽略了你 两者都有 两者都有 对 那就是忽略了别人被打游戏 也没有啊 比如她来我学校找我的话 因为是异地嘛 在不同的程序上学 然后她如果来找我的话 我基本上时间都在陪她 我是不会去上网的 还是异地啊 对 那对异地人家来了 你再不陪你们俩谈什么恋爱啊 对 那你怎么会觉得 她因为打游戏而忽略你呢 因为那次我们过三十年纪念日嘛 他头一天说 第二天我带你去公园去 我还挺开心 说人家还记得 完了第二天我们要出门的时候 人家就跟我说说 我临时要有一个会要开 我说那行吧 那你开个会顶多 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就行了吧 那我就等你这 完了回来我们去公园 那结果人家一走嘛 两个小时之后才给我打电话 人家就说 我刚开完会 之后我说那时间也不早了 那咱去公园也不太合适了 那看电影去吧 完了就看电影 但是看完电影出来 我越想越不对劲 我说你开个会 你说顶多半个小时吗 你咋两个小时才来 大学里现在都开什么会啊 就是他那些社团会 社团会 要开两个小时 那天我本来确实是 有会要开的啊 然后到了之后 又临时同学说不开了 然后我说 那你去干嘛了 他打游戏去了 我那天本来是说 不开了我就回去陪他嘛 我本来确实是要回去的 然后但是我就碰到一个同学 然后非要拉着我去上网 然后人家也比较热情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我就说上一会儿网 我就再去找他了 我同学当时确实是太热情了 就别解释了 别解释了 就道歉呗对吧 确实错了嘛 摊玩嘛 这样的事多吗 对 当时我 对啊 好几次 还有呢 对 因为游戏我每次都跟他吵架 但他每次就记不住嘛 还有一次嘛 我去也是去他学校找他 因为异地嘛 完了我就说 他怎么着也得接我一下吧 去车站 完了人家就跟我说 哎呀 我今天太累了 我今天也刚返校 我累得不行 我在宿舍休息一会儿 你自己坐公交过来吧 那完了我心里就有点不开心嘛 有点小失落 我这大老远的过来了 你还说什么你太累了 那我刚才说问你了 我说要不要我过去接 你说不用了 那我已经生气了嘛 我当然生气了 我肯定说不用了 那后来不也接你去了吗 你那是接吗 我都坐到你学校门口的 公交站牌上来 你在站牌上那接我 那算是接吗 那我是觉得没有意义嘛 我坐个公交车去车站 接着你 然后咱俩再坐个公交车回来 那有啥意义啊 这个连爱有时候 就是要做一些 无聊而无意义的事情 就恋爱了 那你那天是在宿舍里休息 还是打游戏去了 打游戏 那天本来我确实是刚返校 又架不住有个特热情的同学 找你去打一把 就去了 是吗 去了 去了 这同学无法拒绝嘛 就无法拒绝嘛 女朋友重要还是游戏重要 说句实话 女朋友重要 还行 那就行 态度还是很好的 对 但她每次都这样说 我每次也问她 那就还有一次吗 还有啊 对 我就是想着 两人好久没见面了嘛 完了偷偷去她学校 给她个惊喜 你们可千万别给惊喜 一般都是惊吓你知道吗 对 真的是惊吓 你看看 那我当时到了她学校门口了 我说给她发微信也不回 完了给她打电话也不接 我说这人是咋了 你看周六嘛又不上课 就凭空消失了 那完了我也没办法 我就说 哎呀我存侥幸心理 我去网吧看一看吧 就是她平时去的那个网吧 结果一去 真让我给逮着了 完了人打得热祸朝天的 跟她朋友们 那我当时 你不知道她要来吧 我就上来了 对呀那人家打个游戏 你上啥火吗 那也不能发微信也不回啊 那打电话也不接 我打游戏呢 我没看见嘛 那我当时就 火就上来了 完了我就 她生气她又不能咬人呀 不是 她咬你了 你能想象你当时 就是你坐在网网玩游戏 反正我突然冲进来 有人咬你什么感觉 我当时给我吓的 都给我留下阴影了 我现在去上个网 我看着电脑屏幕 我得时刻盯着门口 我就怕有个人冲进来咬 真的假的 真的 那你游戏可以借了 哈哈哈